一堆房仲电动长还在对年轻业务说 经营个人品牌没有用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被Zek说的话给骗了 拜托 都已经2024年了 房地产专业我不敢讲 但讲到房仲的网络行销 全台湾有哪一个电动长 敢说比我更懂 嗨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和业务品牌学院的创办人Zek 亲爱的房仲朋友 你们店长是不是还要你去发传单 塞新墙地厌 拜访警卫 或者掉地基图挨家挨户扫尖呢 事实胜于雄便 思考一下 你花这么多时间 这么辛苦用这些老方法 如果就是房仲开发客户最有效率的方式 那为什么你手上的客户却这么少呢 数量少也没关系 但品质也超差 这些客户是不是常常问一问就消失了 在LINE里面也对你爱理不理的呢 人 无法赚到认知范围以外的钱 因此你业绩不好的根本问题 不在于市场 不在于你的专业或资力 在于你的客户来源 如果你还不相信 应该是客户自己主动来找你 而不是你去找客户的观念 你相不相信 你千辛万苦都很难签到一笔一般委托 但我的学生却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 就会有屋主主动请他们签委托 甚至我还有学生因为委托太多 多到现在只签专任约 拒接一般约了 但因为这不是今天影片的重点 如果你想知道 怎么让屋主主动送委托给你签 还不需要花任何一块钱广告费的方法 可以点开用上角的资讯卡看一下哦 回到正题 电动长会跟你说 经营这媒体没用 这完全不意外 以我们优务品牌学员来说 你知道里面几百名房众学员 他们跟你共同的情况是什么吗 你一定猜到了 那就是身边的同事和电动长 都跟他们说 经营个人品牌没有用 只是在浪费时间 还不如老老实实去外面跑 不然就去拍抖音 所以你目前被泼冷水的状况 绝对不是特例 也绝对不是公司在针对你 接下来 我会帮助刚起步的你 知道个人品牌是怎么办 房众冒票的四个步骤 同时也建议你 一定要把今天的影片看到最后 因为影片的最后 我会提供两个免费资源 帮助你像我的房东学员一样 能靠知名度 让买房主动上门找你服务 连屋主都会问你 愿不愿意帮他卖房子哦 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开的影片 这里是专门叫业务员用 个人品牌成交的教学频道 或我会分享 破解买房话数的影片 如果你不希望老师被人骗的话 请在影片开始前 先把订阅和开启小灵用的按钮 给按到烂 你就不会错过 能翻证致富的最新方法咯 首先第一步 分享正确资讯 业务员必须在自媒体上 真心正在买卖双方的立场 认真分享正确或透明的房地产资讯 去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或达成期待 比方说我这位学员 南投买好房的阿正 他这步买房前 千万不能告诉房众的三件事 就能帮买房解决在中间面前讲错话 导致自己买贵 或买不到理想房子的问题 虽然这样会让你上市中间的资讯优势 但你却可以教唤买房对你的信任 毕竟成交的核心就是信任 因为没有人会想跟一个陌生的骗子做生意 对吧 步骤二 累积信任度 因为你第一步的网路内容 一方面帮客户解决了问题或达成了期待 二方面也借由时间的累积 渐渐让客户相信你这个中间很诚实 很正直 在这种消费者普遍都觉得房众不老实 而且说谎还很理直气壮的产业 所以相较之下 你就是很明显的清流 其他同行都在衬托你 客户就会觉得 至少你不会是地雷 找你比较安心一些 于是当客户产生需求时 第一个就会想到你的名字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 你就已经比你的同事更成功了 接着第三步 诚实销售 因为你在网路上讲的都是事实 没有用话术骗人 因此当客户实际碰面找你服务时 你的销售过程就会很有底气 有什么就说什么 客户问什么就答什么 不用像现在这样 跟客户互动时 都生怕做过的状况被客户拆穿 生怕讲了什么话术被客户当场洗脸 那么 更真诚销售过程就会变得顺利很多 同行要破坏你也不容易 因为客户现在最信任的仲介 就只有你 最后第四步 专注客户需求 因为相比其他仲介 客户对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信任感了 剩下就是好好协助买方厘清需求 然后筛选出精准的物件 不要乱枪打鸟 或者协助屋主 了解市场行情 解决房屋瑕疵 让卖商更好之类的 那么成交率提升当然不在话下 最后 只要你能在成交签约后 让客户跟你开开心心的拍一张合照 那么这份合照搭配你的个人品牌内容 就会在商圈形成很强大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钱财客户慕名而来找你服务 不过听到这边 我猜你可能会反驳 屁啦 怎么可能 少骗人了 我们又不是什么顶尖专家或房产名人 如果客户有可能会自己上门 那房仲公司每个月砸十几万买五九一 难道他们都是笨蛋咯 学长姐为了开发无阻 都不惜冒着触法风险去用小白机了 难道这些学长姐都是白痴咯 OK 他们并不是笨蛋或白痴 他们只是这行做太久 本位主义太重 因为抗拒改变 请问他们现在的样子 是你向往的生活吗 记住 如果你也跟他们用一样的方法 那么这些学长姐现在的样子 就是你五年后的样子 如果你还不相信客户会主动上门找你的话 没关系 与其解释这么多 不如就像我聊房地产一样 直接拿数据给你看吧 不过在看数据之前 先跟你分享另一个行情数据 你才会知道各种品牌 对继承房仲的帮助有多大多离谱 你猜猜看 一般房仲在没花钱打广告的情况下 每个月能新增几组客户呢 答案是 顶尖的超业 大概五到六组就已经超猛了 普通的业务只有两到三组 而且实际上 有超多后段班业务如果没打591 就完全没有任何新客户上门的机会了 那么收回个人品牌 你猜猜看 如果你能用正确的方法替自己打造个人品牌 效果会有多好呢 答案是 10倍以上 之后你可能会说 数字随便喊谁都会啊 好的 让我们来看看数据吧 先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以前也是房仲 还是消除台湾人都非常排斥的东南亚房地产 你就知道这个领域有多难做了吧 在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素人房仲时 从2016年1月1日开始统计 一直到我离开房仲业2020年9月30日为止 这五年平均每一个月 我可以获得34.9组被动客源 等于我开发客户的效率是一般房仲的10倍以上 我一个人的集客能力 就能顶一间加盟店了 又因为我有这么庞大又高中程度的客户 即便我业务能力非常弱 但平均每个月都能无本帽一到两炮 当然你可能会认为 因为你是Zaker 你比较帅 你比较特别 你天生神力 所以只有你才能做到啊 没关系 那就看我学生的数据 这位经营陪你买好房的小白 是一位台南的电东 他从职业精神退我脚座中介后 就跟着我学习个人品牌技能 所以现在除了每个月有52.3组被动客源外 他还在这种稳定客源的优势下自创品牌 摆脱替加盟总部打工的命运 拒绝被连卖体系绑架 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中介 当然你可能会说 不一样啊 你和小白都是支撑房仲 比较专业 比较支撑 所以客户才会听你们说的话啊 这一点 就是外行人标准的一知半解 甚至是找借口 没关系 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分享专业知识 不如拿极端一点的案例给你看吧 这位在YouTube经营防御通的房仲 又宁 当年是一个完全零业务经验的餐鸟 退伍后马上就进入房仲业 还是没有任何资源的高专加盟店 因为他入行的第一天就找我学习 所以你知道他现在每个月有多少被动客源吗 答案是 106.6组 对 你没看错 一个零经验的菜鸟 每个月竟然有100多组网路客户 主动上门找他咨询服务 让这个才20几岁的年轻房仲 现在成为新装区一堆电头挖角的对象 所以看了又宁的例子 你还能拿支力作为挡箭牌吗 啊 你觉得又宁是天才 是特力 自己不能跟这种天才比 没关系 证据还很多 我就再拿一个证据打破这个借口 这位经营花莲找房的君灵 原本在花莲当房仲秘书 因为被同事怂恿而特下来做仲介 秘书转仲介的阵亡率有多高 相信你也很清楚吧 但我们都知道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道理 君灵做了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成功选择 就是跟又宁一样 一入行 就先加入业务品牌学院向我学习 于是从第二个月开始 就建立了每个月26组的被动客源 连阵亡率这么高的秘书 都能建立个人品牌 获得这么夸张的客源 你还要找什么借口呢 重点是 像小白 佑宁或君灵这样的学员 绝对不是特力 因为我们还有非常多房仲学员 都能成功靠个人品牌 建立起每个月20组 30组 50组 甚至80组以上的被动客源 重点是你刚刚看到的 这些Lite8即可数据 都是消费者 自己心甘情愿主动去加入的 没有任何一批客户 是业务员自己去加的 因为Lite官方账号 基因者是没办法去主动加客户 作为好友的 而且再强调一次 我们没有花任何一块钱广告费 同样都是房仲 你就知道我和我学员们的成果 有多了不起了吧 所以看了这么多眼见为凭的数据 请问 你还要继续相信 学长姐和店长说 个人品牌没用的这种外行话吗 你的学长姐和店长 他们真的懂网路行销吗 你的店总长是不是常说 啊我们做这行这么久 开过这么多中介公司 怎么可能不懂这一行的行销 那个Zag已经离开业界这么久了 怎么可能比我还懂 这些什么鬼逻辑 难道房仲业做的酒 就很懂这一行的行销吗 难道随便一个店总长 只要资历够深 就有资格被知名出版商邀请出书 还能卖到成品商业榜前三名吗 记住这个道理 你的店长 是靠业绩和管理能力 坐上这个位置 并不是靠网路行销 对吧 既然他们没网路行销的技能 专业和成果 你怎么会去听一个外行人的行销观点呢 就像你会去问一个汽车车司机 怎么开飞机吗 当然不会嘛 既然如此 业务相关问题 你当然得优先去问专业的店长 但替房仲建立个人品牌 然后吸引大量客户主动上门找你服务这回事 你当然要请教有这方面成功经验 而且也将这份成功经验 成功复制给跟你条件一样的人的老师 没错吧 所以店东长们对你说 个人品牌没效的真相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些老业务并不懂 这些就是他们认知范围以外的东西 可是被下面员工问到 中间该怎么做网路行销时 不少店长都为了面子 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 甚至有一部分老店东长 还认为自己很懂行销 于是就会给出一些不懂装懂的行销建议 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是要你在私人脸书 粉砖 社团上 拼命po公司物件 却没有客户上门 要你去防护现场开拍箱影片 然后po上YouTube 结果也没人看 不然就是鼓励员工在抖音上跳科目山 但这跟买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另外一部分 自认为很懂网路行销的老店东长 他就会直接跟你说 这些他都懂 他都试过了 确定是没效的 所以就叫你不要浪费时间 最后再补上几句 你拍这么多片 写了这么多文章 但这两个月有客户上门吗 有因为这样冒泡吗 没有嘛 身为你的店长 我们有必要害你吗 感谢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相反来说 如果你是年轻 想改变现状 受不了那些老房仲断七八糟的观念 所以今天为了解决客源问题 特地上网找方法 然后找到了我 并且还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那就证明你绝对是成功者的那个圈圈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失败者找借口 成功者找方法 对吧 因此我们可以讨论下一个话题 既然个人品牌确确实实在 极客和帽泡上 对房仲的帮助这么巨大 为什么不是店东长先去学习 好好把这项业务员的高收入技能 给搞懂学会 然后回来交底下的业务 怎么会是店东长因为说不懂 就说个人品牌没用呢 认同吧 现在591越来越贵 收费项目越来越多 但效果却越来越差 可是超过八成的房仲 如果没有买591 就没有任何成交机会 店头也差不多 等于辛苦赚来的钱 都要全部缴回给591了 不是吗 591会在台湾做到这么大 这么垄断 不就是因为有六万多名房仲 稳定帮他输血吗 因为我不但在房仲家庭长大 爸妈也做了二三十年的电动长 所以我非常知道 当电动长有多辛苦 我自己也做了十几年的仲介 所以我非常清楚认知到 房仲业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基层房仲 其实非常弱势 虽然房市很乱 但有一堆资源都在帮助消费者 但遇到问题 却没有发生管道 甚至常常是吃亏被消费者欺负 却还要被社会大众检讨的房仲 又有谁会来帮助这些人呢 所以你看看我的YouTube频道 明明聊房地产的影片流量超好 分人也赚得更多 但为什么我却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拿来拍这些很冷门 没人看的个人品牌教学呢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非常看不惯 那些满嘴谎话 态度又很嚣张的老鼠屎房仲 能赚得那么宝 反而认真努力 好好对待客户 甚至连彩线都不愿意做的老实业务 却因为不敢说谎而被淘汰 这到底有什么道理 所以为了帮助基层房仲 我才将自己进行个人品牌的 所有成功经验 变成手把手教学的线商课程 业务品牌学院 更为了要帮助电动长 不要像我爸妈这样 把身体都搞坏了 就只是为了帮591打工 所以我更在今年5月推出了新服务 教练陪跑 对了 这个教练陪跑服务在4月15号之前 刚好现在是早鸟优惠 如果你有需要解决客源不足 广告成本太高 过于依赖591 被加盟总部绑架 而且上门的客户都不精准 问问哥问问姐一堆的话 你在4月15号加注之前 说不定还赶得上 最后25到50%的优惠哦 所以开场有提到 如果希望改变每个月初都在归零 新客户太少 问问哥问问姐太多 每个月搞得这么苦 结果钱却都被591赚走的现况 建议一般房仲可以点开 自听留言的业务品牌学院连结1 电动档则点开教练陪跑的连结2 然后注册你的姓名和email 就能领取一部进阶的免费教学长片 以及一份个人品牌 SOP发展清单的PDF档 帮你用真正正确的行销做法 与具体的83个步骤 让你从零开始 一步步建立出像我和我学员们这样 能靠商圈知名度 每个月至少获得2-30组被动客员 而且客户忠诚度还超高 很难被同行破坏的新方法 我向你保证 我光是这两费免费资源 对你在冒泡上的帮助 就绝对比外面那些付费的行销课程还更大了 我们都明白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道理 因为你只要先做对的选择 那么抵达目标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相反的 如果你的选择错误 那么越努力 只会让你离目标更远而已 相信你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没错吧 所以现在 看看你的周围 同行骗客户骗得那么理所当然 消费者也把我们房仲当贼看 这些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状 那么身为成功者的我们 该怎么利用这种劣势 弯道超车 让资源重分配呢 很简单 就是按照前面交的4个步骤 向客户证明你虽然不是最顶尖 不是最专业 更不是服务最好的 但你或你的电头 至少至少绝对不会是那种 乱七八糟 敢骗人 会凶人 会呛人 会恐吓客户的那种地雷房仲 只要你能用自媒体 心向客户证明这一点 那么一年后的你 唯一的抱怨 就是客户太多 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消化得完了 顺便询问一下 关于想要开发网路客户 你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A. 公司一直要我PO物件 PO合成交 结果不但没客户上门 而且连流量都很差 B. 市面上一堆叫房仲 做网路行销的课程 但这些课程的诉求 感觉都怪怪的 我很怕被当韭菜哥 C. 身边的同事都说 个人品牌和诚实 对房仲没有用 在这种环境下 让我不敢去尝试新的方法 D. 公司说网路行销 就只是换个地方PO物件而已 还要我们拼命拿钱去炸591 1. 其他 请帮你目前最过滤的烦恼 留言在下方 你的留言我保证都会看 如果是经营个人品牌的相关问题 我也会百分之百亲自回复你哦 所以说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部片 对你有点点正面帮助 可以按下喜欢来收藏这部片 因为这部片未来 你一定会再复习一次 然后束手将这部片 分享到你的脸书上 让身边从事房东工作的朋友知道 用诚实的方式去做个人品牌 不但绝对超有效 而且有效到让人跌破眼镜 但前提是 你不能被那些老旧的错误观念给绑架 否则就像房仲市场的阿斌说的 如果你做仲介这么多年 却还在用头三个月就会的方法 那你当然注定只会越做越苦 不可能逃离永远 都在归零的循环 最后 除了YouTube频道外 所有讲出来会得罪人的最新资讯 都在我左上角的IG现实动态 想问问题就加入下方的Light 如果想看我们家这只Cookie 有多可爱的样子 也可以加入右上角的Cookie IG哦 那我们今天的频道到这边 我是国际超级防守Zek 他是我们家的魔兽Cookie 我们下周四晚上9点见 拜拜